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国人的这种影响和刺激的时候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看这个张简 那么这个张简呢 可以说他是一个立宪派的一个首领 他是这个1894年的一个 清政府科举考试的时候一个状元 那么张简这个人呢 他在政治上呢 一向是比较稳健的 或者说呢 同亲王朝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各种关系 比如政治关系啊 经济关系啊 甚至和清政府的一些重要官员 也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这种个人关系 可以说这个张简呢 他应该说是属于那种和清政府联系比较多的人 那么但是满族清贵 在这个晚清后期 这种加强集权这种行为 特别是这个清政府这个皇族政权 皇族内阁出容之后 使得张简对于清政府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那么张简这讲 说皇族内阁呀 是军任清贵 非组织也 说清政府搞着皇族内阁 里面很多都是清贵 满族清贵 说这不符合清政府的组织 那么他还讲 说这个满族清贵 举措乖章 满族清贵 他掌握政权出来 是吧 来这个掌握政权 但是他的很多政治举措都是错误的 都是错误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更使得全国为之解体 人们对于清政府就不信任了 是吧 说朝野上下 不斥加 不斥加离心力百倍 这样使得朝野上下 增加了离心力 离心力增加到什么呢 一百倍 那么就说 由于满族清贵的这种集权 使得很多中国人 对于清政府这种加强这种满族清贵集权的这种行为 那么更加感到这种不满 是吧 那包括啊 像张检这样的人 对清政府也在政治上失去了信心 那么就是连那些 一贯反对清政府改行君主立宪的 这些思想比较顽固保守的一些遇史言官 对于满族清贵家庭集权也表示了非常的不满 那么他们讲 说很多满族清贵 并没有政治经验 叫做暴旗领事 变为行政长官 说他们一出来 那么就做了清政府的很重要的一个官员 掌握了清政府很重要的权利 他们没有政治经验 那么他对于这些满族清贵 暴旗领事 变为行政长官 这种现象非常的不满 他们讲 说这些人当中 就是那些 暗智者 无论已 就是那思想 很宏愧 是吧 很愚昧 很幼稚的人 这些我们不去讲 说即使是那些 年高长者 那么这些人呢 也是呢 憨喜富贵 就是他不懂得证悟 只知道怎么贪图享乐 那么他就批评清政府 这种狭隘的 亲国集权的心理 当时有的报纸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讲说预备立宪 预备立宪 预备立宪 什么意思呢 他就讲 说所谓预备立宪呢 就是预备第二次新旧 满旱之大冲突 预备立宪 预备什么呢 就是预备 那么第二次新旧之间的打冲突 满旱之间的打冲突 就是呢 预备实行专制之时代 那么从这个报刊的文章 我们看出来 什么问题呢 是满族清贵的集权 进一步的加剧了 国人对于清政府的 政治上的这种不信任 那么这种日渐突出的满汉矛盾 使得很多人对清政府 清皇朝更加离心离德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使得西海革命爆发之后 是吧 很多人都背弃了清政府 转向了革命 或者说这种满汉民族矛盾的加强 是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这时候我们讲到啊 就是这个清政府内部 这个不同的君主立宪论 对于晚清政局的第二个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我们前面讲到清朝统治基地内部啊 出现了不同的这种君主立宪论 这种不同的这种政治主张啊 互相的这种争论啊 这种纷争不已 那么对晚清政局啊 那么产生了很多这种影响 那么对于晚清政局 这个影响最大的或者最严重的 我认为呢 它主要是引起了汉族官僚和地方实力派 那么对于清政府的不满 那么引发了呢 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个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使得晚清政局 那种表现的更加的纷繁 更加的多变 是吧 就是人们对于这个晚清政局 就感到更难 更难把握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 那么就有一部分 汉族的官僚地主 是吧 逐渐掌握了清政府的一些重要的权利 主要是汉族的一些官僚地主 做了清政府的总督啊 巡抚啊 是吧 掌握了清政府的一部分 像兵权的裁权等等 那么这样呢 就打破了过去的中央集权的这种政治格局 就是地方都府的势力 在这个时候 那么开始加强了 就是在五六十年代 就是在镇压太平内国的过程当中 那么在这个八国联金 清华的战争当中 那么清政府的中央朝廷 那么对外宣战 那么但是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的总督啊 巡抚啊 是吧 你比如说包括 像这个袁世凯 是吧 刘坤一 张之洞 李鸿章 许英辉 等等 就是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些地方总督巡抚 那么和西方的列强 那么签订了一个东南货保条约 那就说 在这个 一和团运动当中 那么一部分清政府的官员 没有再像第二次压运战争那样 一边像曾国藩啊 胡林义啊 临危受命 是吧 起来呢 福威就天 来解救新王朝 那么在这个一和团运动当中 一部分地方都府 是吧 那么不顾清中央朝廷 对外宣战 那么同列强 签订东南货保 那么反映着这个时候 地方都府的势力 这个时候确确实实有所加强了 那么一和团运动之后 清政府搞了一个新政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更新新政 就是庚子年和这个新丑年 这个新政 那么在这个更新新政期间 是吧 刘坤一和张之洞 上了一个叫做江楚会奏三折 三个折子 江楚会奏 那么是指了两江总督和湖光总督 那么这个湖光地区 就是古代这个楚国的地方 叫做江楚会奏三折 那么包括袁世凯上了一个新政调臣 那么这个江楚会奏三折 和这个新政调臣 那么就几乎成了指导新政府 进行新政的一个指导的一个蓝本 和一个指导的这么一个思险文件 那么在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地方都府 特别是汉族地方都府 对于清政府影响 对于晚清政局的影响 可以说在逐渐的加强 如果说这些地方都府势力继续扩大 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清政府 中央朝廷这个权力的这种丧失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满族人叫做刚毅 刚毅呢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或者说制造了这么一种说法 叫做什么呢 叫做汉人强满洲王 汉族人强大了 满族人满洲人 那么就会满洲这个政权就会灭亡 说汉人脾满人肥 那么就是说 刚毅把满汉的矛盾 把它突出出来了 特别强调满汉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这个满汉民族问题 满汉民族这种意识思想意识 深深的根植于满清统治者的这种心目当中 那么这样就使得在这个满清 就是清朝末期 这个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再加上满汉民族矛盾 互相的连接在一起 互相的纠结在一起 就是满汉民族矛盾和中央地方之间的矛盾 互相的 搅在一起了 那么在这个清政府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那么清政府呢 是希望要通过立宪 加强中央集权 要收回地方都府的一部分权力 就是以收回地方都府权力 作为他的这个政治预备立宪过程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目标 那么在1909年的1月 那么清政府就把当时最具影响力的 最具实力的汉族的地方总督 就是直立总督袁世凯 开决回籍 罢免了袁世凯的所有的这种职务 那么这样呢 清政府就开始加强了这个中央集权的步伐 那么清政府在这个加强中央集权这个过程当中 最主要的他是要收回两种权力 当然其他权力他也要收回 但是最主要他希望收回两种权力 拿两种权力 一个是军权 一个是财政权力 那么这样呢 在1909年的1月11号 清政府就颁布了一个叫做清理财政章程 那么这个清理财政章程当中呢 他就做了这么一个规定 规定什么呢 就是在中央要设立一个清理财政处 就是清理全部的财政 中央是在中央设立清理财政处 那么在各个省要设立清理财政局 那么由杜之部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财政部 由杜之部派遣这个财政监理官到各个省 去监察各个省的这种财政 而且规定从宣统元年开始 就是从1909年开始 那么各个省的清理财政局 必须按照这个季度 每个季度都要向清政府的中央朝廷 来报告各个省的财政情况 那么他的目的什么呢 就是要加强中央对于各个省财政的这种控制 那么在这个晚清过 在这个晚清啊 就是地方都府他的很多的一些做法 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做法 或者是一些你们搞一些洋务啊 办一些学堂啊 办一些实业啊 是吧 那么他都要有这个财政支持 那么财政一旦受到了中央政府的这种控制 是吧 那么地方都府的很多事情都要受到地方 都要受到中央财 都要受到这个中央政府的这种影响和控制 那么因此这个章程一公布之后 很多地方的总督巡抚 纷纷上逗折 或者打电报 对此表示不满 或者是蜿蜒抵制 那么或者啊 就是拍电报啊 就指控到各个省的这个清理财政的啊 这个监理官啊 在这各个省 是吧 是独断专行啊 阻挠财政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地方总督巡抚和清政府派到各个省的这个监理财政官之间就发生了矛盾 那么为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地方和中央之间啊 那么这个不断的进行一些呃这个交涉纷争 那么这是清政府啊 要收回这个财政权啊 引起了地方总督巡抚这种不满 那么这个1909年12月底 那么杜支部就弹劾甘肃的涅司 不是甘肃的这个藩司 就是不证实 毛庆藩 就是批评毛庆藩呢 是不以清理财政为然 就是对于清政府加强这个财政管理 不以为然 甚至呢 是子敖不张 底为多事 就是批评这个杜支部啊 清理财政这个章程 认为这个事情啊 是无事生非啊 没事找事 那么这样的话呢 当时这个清政府呢 就降预职啊 就批评毛庆藩啊 说这个毛庆藩呢 既不定期盘查啊 就是他在各个省 在这个甘肃省 是吧 甘肃省的财政情况 既不定期盘查 义不尊章造报 那就是他不按照清政府的要求 去做啊 进行伪抗啊 玩物 那么然后清政府就讲 说以后各个省的这个 这个番司啊 就是不证实啊 由清政府的杜支部的长官 来进行考核 那么清政府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种考核权 来约束各个省的这些 主管财政的这个番司 不证实 使他们呢 能够听命于中央朝廷 那么这是清政府的这个做法 那么他这个做法 同样引起了很多地方 都府的反对 那么很多人都继续上奏折 像清政府讲啊 这个财政权不能够完全收归 中央朝廷 那么这是一件事情 就是在清理财政问题上 引起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矛盾 那么1909年底 清政府为了控制另外一个 清政府的重要裁员 就是这个严税的收入 那么他又在中央税内的一个 都办严正处 都办严正处 那么颁布了一个新的严正章程 那么这个新的严正章程 就是把严税 还有这个所有这个这个管理 延误的这些官员的任免权 又都收回到了中央 全部收到了中央这个都办大臣手里边 那么这种做法 不但引起了有严税收入的 各个都府的这种不满 就是其他没有严税收入的 或者是很少有严税收入的 收入的这个地方都府 那么对这个问题也表示反对 那么因此呢 在这个1909年底 以东三省总督西梁为代表的 那么许多地方总督巡抚 就联合打电报给清政府 那么在这个电报当中 那么这些都府就讲 说这个严正章程啊 不无至爱 这个严正章程制定的很不好 有很多问题没有办法执行 有很多弊端 叫做不无至爱 那么他们在这个电报当中就讲 是这个都府之权 节系中央之权 说都府的权力是谁呢 实际是谁的权力呢 都府的权力还是这个地 还是这个中央的权力 是这个都府是不可能是专制自为的 是吧 就说我用这个地方都府有了权力 中央这没权力了 他说不是这样 他说如果要导致了 这个都府没有权力 说恐中央亦将无所措手 说地方都府没有权力 你中央你怎么样处理政务呢 你怎么样来这个事情 对全国的统治呢 你又没有办法 无所措手 说现在清政府 企图收回地方都府的权力 等于什么呢 是去手足 自己把自己的手和脚去掉了 来这里 知道 不过 不过 我们下个礼物 我们下人